拓仁又稱惡名昭彰的神獸廚 在寶可夢史上給了我們玩家最難看的一面倒戰局 至今沒人能超越這場比賽的難看程度 甚至有一陣子因為這個角色 在寶可夢迷之間引起了對神獸玩家很不友善的風氣 今天就來介紹一些在寶可夢動畫世界中 比較少人知道的神獸廚 看看拓仁還算不算其中最噁心的訓練家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 想來跟大家好好聊一下動畫中登場的神獸廚 主要也是如何定義神獸廚 在原本定義中的神獸廚 大多是指寶可夢遊戲中 整個隊伍6隻寶可夢全用神獸 也就是專用傳說中的寶可夢的玩家 犯稱神獸廚 但那是遊戲中的定義 在動畫的世界觀裡面 傳說中的寶可夢本身的能力值不像遊戲 為了平衡對神獸有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以遊戲中的阿爾咒斯的能力值來說 是很有可能被克制的屬性刷掉的 但在動畫的世界觀中 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神獸跟普通寶可夢作為生物 是完全不同等級的存在 就算是屬性克制 你也不會想像得到 地牙盧卡會被普通寶可夢 用一招地震送下去的場面 他們在動畫中就是實實在在的神獸 如果是一個用神獸欺負別人的人 我認為可以完全對應神獸廚的定義 而在動畫的世界觀中 以拓人為首 還真有幾位訓練家 會使用神獸組隊跟一般人對戰 甚至去打比賽 那今天就來介紹在我印象中相當知名的 確實有收服神獸的訓練家 當然我們這邊會排除一些遊戲的主角 他們因為在遊戲劇情編排上 他們是一定要捕獲神獸 還有寶可夢大師的角色不算 不然我念角色名單就可以交差了 太沒誠意 總之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寶可夢回憶錄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在動畫中曾經公然當過神獸處的角色 意味是蠻讓人意外的喬依小姐 她曾在寶可夢動畫外傳裡 在深徽道館的存亡檢定戰中 使用傳說中的水都守護神兄妹的拉蒂亞斯 對小剛的弟弟赤狼進行實力檢定考 而拉蒂亞斯實力過硬 對著超強的超假狂吸炸魚 赤狼就因為這樣子提倒面對社會的殘酷 因為這場比賽要是赤狼輸了 就沒有辦法再經營深徽道館 全家等著喝西北風 可以說喬依曾帶給小剛一家 差點入宿街頭的恐懼 不過好險 輸給神獸不代表你實力不強 只是倒楣而已 喬依最後還是認定了 赤狼有不錯的實力 讓深徽道館得以延續經營 說到神獸處 不少人的印象就是 炸魚或者成績優秀的選手 但在鑽石珍珠的動畫中 有一位路人訓練家 帽子哥 曾經帶著席多蘭恩要參加比賽 這位人兄就這樣子 很普通的帶席多蘭恩 去排隊報名大賽 但有趣的是 小智在比賽過程中 完全沒有對到這個席多蘭恩 甚至也沒有人提到 有訓練家帶神獸席多蘭恩來炸魚 估計這個帶著席多蘭恩的訓練家 在滿前面就被刷下去了 可以說是神獸處之詞 但如果這位人兄當初是對到拓人的話 那場的觀眾可以看到 達克萊一對席多蘭恩 真的賺爛的智慧票價 席多蘭恩也因為這螢幕 實在是太沒有神獸的威嚴 所以長期被寶可夢迷開玩笑說 是忘記自己是神獸的神獸 那下一位使用神獸的訓練家 我覺得完全對得起神獸處的稱號 那就是對戰開拓區的 金字塔之王神戴 在動畫中 對戰手腦都被塑造成一群非常強大 而且戰略充足的高等訓練家 當然這個是設定啦 而且沒有人會質疑 但就我自己看起來神戴很多情況 是用寶可夢種族隻 在把人壓在地上打 像是在真獅戰中 他一次就用了三隻訓神 雷吉洛克 雷吉艾斯 雷吉斯奇魯 那這位人兄 一次用了三隻去欺負人 嚴格來說 就已知使用寶可夢的種類來講 神戴比起後面那個拓人 還要再過分一點 而且比較讓我驚訝的是 竟然沒有什麼人吐槽這件事 還是因為當時扁的是真獅 大家就覺得 欸OK啊 啊 好啦 神獸 讚的啦 那下一位使用傳說中 寶可夢的訓練家 是同樣來自超世代的 開拓區好朋友 達拉 他帶的傳說中 寶可夢是來自初代的 極動鳥 雖然這個選角有點跨世代 有點不懂這個組合邏輯 不過這也為我們觀眾 帶來童年中 非常重要的時刻 也就是從初代 一路走來都非常辛苦的 噴火龍 在經歷了各種苦難之後 終於在超世代中 已跟極動鳥一戰 證明了自己的成長跟價值 也算是我們今天有提到的 神獸戰之中比較熱血 有來有往的戰鬥 而下一位在比賽中使用神獸 導致神獸除這個單字 變成網路流行語的 肯定就是拓人了 不過他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這邊就快速帶過 他帶的是幻獸達克萊伊 還有水都守護神的另一隻 拉蒂歐斯 那其實我覺得用神獸 如果打得好看的話 或者解釋得很清楚 為什麼這個人有神獸 那都是可以被觀眾理解原諒的 你就很少會聽到有人在罵神袋或者達拉 甚至恩都沒有什麼人會罵他 因為嚴格要來講的話 拓人之所以被罵 是因為他的戰術真的打得好醜 比賽好難看 無腦催眠連射 根本沒有戰術性 我看的都不舒服了 畢竟我們前一場看的是 烈焰猴的世紀之戰 那這種無腦對戰 只會讓我們觀眾看得很無奈而已 在小智絞盡腦汁突破 無腦催眠戰術之後 緊接著來的拉帝歐斯 倒是沒有展現出那麼壓倒性的力量 有種沒了催眠拓人就不會玩的形象 所以拓人比起神獸廚 其實更適合他的應該是 催眠廚的稱號 另外當時的導演 有在推特表明過 當初他看到劇本也很傻眼 詮釋神獸到底要怎麼打贏 那下一個在動畫中使用神獸的訓練家 原本想介紹黑白的幾個角色 但是又考慮到 黑白的葵騎士跟恩 因為遊戲劇情上 一定會使用道之三樓 所以我們就先不提 額外想要提的是 黑二白二的主角 共平跟明依是蠻鬼的 因為在寶可夢近期遊戲 幾乎都會上演一次 狗角跟反派都有神獸的雙神對決 但黑二白二卻是少數的例外 面對第三神球雷姆 共平跟明依竟然是完全沒有使用神獸 只靠自己的隊伍 直球對決球雷姆 那這邊我們還是要給個respect 而說到少數人知道的神獸使用者 其實寶可夢起源的動畫裡面 赤虹跟青綠也都有傳說的鳥寶可夢 沒有錯 赤虹我們可以看到 他跟極動鳥一起挑戰超夢 劇情上也有明講 他們兩個都有收集到 超夢跟夢幻以外全關都的寶可夢 而說到神獸除跟超夢 我想有很多人會馬上聯想到 用超夢炸魚的版木 但是動畫中的版木 始終沒有完全掌握超夢過 所以他才會需要拘束器去控制超夢 他我就不算在神獸除裡面了 那在寶可夢動畫進化裡面 Let's go的女主角小布 她卻是真真實實的靠實力捕獲超夢 還用超夢打了一場非常碾壓又一面倒的對戰 算是近期最讓人意外的一個揭露 因為這個對戰實在是太過一面倒 我無法不去聯想到拓人的豐功偉業 還有水劍龜你怎麼又輸了 寶可夢動畫的史上有這麼多使用神獸的神獸除 我們的萬年主角小智自然也有搭上這台打聯盟必勝的神獸列車 有豐富旅行跟戰鬥經驗的小智 不知道是DP跟XY聯盟連續吃憋太過打擊 了解到神獸就是不講理的小智 學壞之後在聯盟賽帶的神獸及寶可夢 是搶先登場的幻獸美魯美塔 雖然很多人會笑阿羅拉的聯盟是李明大會 但是第一次辦不表示這個有辦得很馬虎 出場的選手不乏UB殺手銀半戰獸 Mega代獸或者島神卡普名之類的神級選手 小智帶幻獸上場其實也只是剛剛好吧...嗎? 坦白講沒有到處 但這個戰力如果去其他地區 估計最少也得拿個亞軍回來 那我們會特別去提小智其實是因為 我不講好像很多人忘記 美魯美塔也是幻獸啦 那說到幻獸 補充一下 在日月之中其實有一位其他平行世界的訓練家 迪亞蒂爾 他的搭檔寶可夢就是電貓傑拉奧拉 這位Deer從小時候的外型來看根本就是赤虹 而Deer 反過來就是Red 也就是赤虹的意思 製作組是真的很懂玩 這樣四蛇五路平行時空的赤虹 也算赤虹吧? 那這樣算不算赤虹也有過傑拉奧拉? 那以上就是近期非常有印象的在動畫中使用神獸的訓練家 先說喔 在遊戲本篇中使用神獸跟其他玩家是PVP很正常的事情 但在動畫的世界觀很容易就變成不公平的一面倒對戰 當然他們不全然是用神獸欺負人的神獸處拉 不過神代拓人那個隊伍的神獸率是真的蠻高的 那今天也有想要補充的神獸訓練家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我漏了誰 對今天介紹的哪位角色比較有印象 或者是他給你的絕望感真的很強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下方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麻煩按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呢?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現在來進入唱名這週加入頻道會員的環節啦 光月島 陳載情敵 卡卡波 阿俊 Toshi 尹耀蓮 尤佐蘭的遊戲國度 哥哥姐姐訓練家 卷卷毛 Michael 高橋陽界 Kitty Chen Natsume HoHoHu Saba Chin Elshar 用閃亮的歌聲開始現場 蛤? 鳥爺飛行系訓練家 小雪Yuki-chan Channel 艾兒的遊戲頻道 Ajamomo Parakotos Alpha波克飛機 Terence Wiki 周許鴻 哥哥姐姐訓練家 Gengetsu Anto Devionem Ariel LightsDew 哥哥姐姐訓練家 Hangbear Minami Minami最近有幫我剪一些實況片段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去訂閱他的頻道 Kakarotto Bernard O'Yang 王大鳴 Muga 李米利 徐志君 幻雲音商 哥哥姐姐訓練家 蔡丁丁 Kinzu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跟加入 有你們的贊助我才能夠更沒有壓力的製作影片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